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高蛋白飲食現在非常普遍 市面上也有各種富含蛋白質的產品 像是乳清、雞胸肉、豆漿 可能很多剛開始健身的朋友 第一件事就是先買一桶乳清 健身後就搖一杯喝下去 然後三餐吃很多的雞胸肉跟雞蛋 努力為自己的肌肉補充蛋白質 但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不需要這麼多蛋白質 你一定有聽說過 健身的人每天要攝取每公斤體重2-2.5公克的蛋白質 連我自己也說過這個數字好幾次 但這個前期是你有長期投入健身 訓練量跟訓練強度都足夠 你才需要這麼多的蛋白質來修復你的肌肉 例如你一週練6天 有很認真的訓練跟飲食計畫 目標就是要訓練出大肌肉 這樣你就攝取這麼多蛋白質才有意義 如果你是很休閒的練法 一週練個3-4天以內 只是希望可以保持健康 有一個不差的體態 那其實不用吃這麼多的蛋白質 大約1-1.5公克的蛋白質就足夠了 新手的話蛋白質的量可以隨著你的訓練量提升 跟著一起慢慢增加 先不用一開始就增加太多 但如果你現在只是一頭熱的想要投入健身 除非你原本的蛋白質就吃很少 否則你也先不用急著買高蛋白產品 很可能你的日常飲食就相當足夠了 多吃下去的這些蛋白質 可能也不會幫你多長出什麼肌肉來 那你看到這邊應該會想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花錢買乳清了 其實乳清就是用來補充蛋白質的 只要日常飲食中的蛋白質摄取不足 不管是不是健身者都可以使用 有一些老人家可能牙齒不好 或是胃口不佳 他們一天摄取的蛋白質很容易過少 使用乳清對他們來說就非常方便 不喜歡或是不能吃肉的人 像是素食者 也很適合用高蛋白產品補充 一般的成年人即使沒有健身的習慣 每天至少也要摄取每公斤體重1公克的蛋白質 所以或許你的爸媽比你還需要乳清也做不定 所以我給大家的建議是先評估一下自己目前的狀況跟目標 看看自己是投入很多心力再重訓 還是練個身體健康開心而已 然後再計算一下自己目前每天的蛋白質摄取量 或許你會發現其實你可以省下很多高蛋白的錢喔 這些錢說不定可以投資在其他對你更有幫助的地方上 今天影片比較短 但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最後我想問你們 你們有了解自己需要多少克的蛋白質嗎 留言告訴我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